今年是我第五次获冠军 今年是我第五次获冠军 其实很多人都问我 怎样可以维持继续获冠 回想我当初 为什么我可以这么多年 都可以保持这么多危机 我觉得坚持观念很重要 我自己本身做的方式是 用保障出发点 一个家庭如果缺少一份保障 就好像没有了一个依靠 我比较珍惜客户 你可以当客户是你家人 照顾他、关心他 自然客户会对你更加好 所以到今时今日买 我的灯就会陆续进来增加 我觉得我自己本身也是很幸运 因为有家人的支持 所以我坚持不要放弃这个仗 兼且我还有一帮很有憧憬 活力的同事 帮我一起去拼 其实除了我努力之外 我觉得一个组织文化很重要 因为户给了我 很大的一个推动力 我觉得一直都不肯放弃户的事业 人家说不都忘了 生不死那种人 一个家庭居夫做到这么实验 雷发 我都觉得我很佩服他那个人 他的身上是没有泪这个字 不停地安排训练 不停地做 一个这样简单的人 但是可以做到不简单的业绩 然后这个是值得我们去学习 他有他的原则 然后他做取什么东西 就是要做就一定做到最漂亮的那种 他可以带动我们起步 让我们看到未来和目标 我有一个很好的主管 因为这个主管是 周不时都会比较严格去训练我们 怎样可以保持你个人的销售 去做得更好 我们的配合就很简单 就像一般我都会当他是我的代理 我会蛮严的对他 因为我对我自己本身 那个要求也蛮高的 所以我对他每一个代理都是一样 所以在业绩最终方面 我都是会有一些无形的压力 希望他可以100%的完成 我们写下来的一个目标 通常这一点他也真的是蛮配合 所以从一个不喜欢讲话 很害羞的女生 带到现在成为已经是我们公司安眠的一个强者 他可以完成比较大的一个荣誉 这个不是一般人都可以做到的 我觉得投入越多 辛苦越多 参与越多 你得到的东西其实都是越多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潜能 我要克服自己的一个恐惧 不怕失败 而且我觉得第一 都不是去争取你的 是我慢慢经营 一步一步去做你的